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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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儿 我们不禁要问 和珅贪赃王法利用职权搜刮明治明高 是历史上永明的贪官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称赞乾隆会用人呢 你们说和珅贪污皇帝知不知道 他那么一老他能不知道吗 但是和珅的贪污皇帝发现有特点 是可以包容的 你们到北京的宫群王府去看看 和珅把贪污来的绝大部分的东西 在他的宅在外面盖了个藏宝楼 而且分门别类整整齐齐的马在来 皇帝一看这哪是贪污 这是给国民经济在座储存的 最后怎么样和珅全部献给了什么 估计啊 人家皇帝一切都在掌控 一切都在包容当中 条早就写好 怎么回事 其实人家全知道 所以我在北京没事了 我愿意坐着那个拉的黄包车 或者登的三车车 在北海后海 然后去喝喝茶静静心 我更愿意听那些拉车的人 讲的那些段子 你在书本上根本没有 所以有一次我坐那个车 路过和珅那个宅子的时候 一提到和珅 他赞美之识 一语言表 他说和珅这个人太懂事了 哪个领导有这样一个下属 你就稍高想吧 我说和珅都怎么懂事 他说皇帝不好说的话 他全给说 皇帝不好干的事 他全给干了 但是我送给各位几个观点 来一起跟我说 用人所长 天下无不用之人 用人所短 天下无可用之人 用人所长 必容人所短 往往有特长的人 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关键看你怎么用人 关键你有没有胸怀 去包容这些事情 你们有没有说错话的时候 有 不诚实 声音太小 有没有说错话的时候 有 有没有干错事的时候 有 有 有没有刷过谎 有 有 有没有骗过人 有 你什么都干了 怎么就不让别人干 所以在用人上 关键要把握好一个度 所以什么叫领导 领导者的价值 在于把追随者培养成领导者 训练一个人 一个团队 也是从思考力 行动力 表达力上开始训练 俗话说 人生如战场 成功总是属于 事先确立目标 善于抓住时机的人 余下故事中 女主人公的成功经历 是如何印证 这一道理的呢 有一次 咱们北京 咱们有一个酒店 老在那上一些 总裁班的课 甚至MBA EMBA 这些课都在那上 结果我就发现 有一个服务员 我观察他有一个动作 做了将近一年半了 我每次讲课 我都能看见他 他就给别人倒完水 服务完了之后 他就在后面 拿着一个本子站着 而且站着姿势也很端正 就敢能拿个本 在那做记录 然后我就感觉到 因为我们老师讲课 能感觉到 谁能不能听懂 或者他讲话 对你的反应怎么样 我就发现到 他可能听课的反应非常快 就你没讲话的时候 他可能你是有感觉的 有一次我讲到一次课程 我说没有目标的人 都是在为有目标的人 实现目标 我讲到人要做 自己的职业规划 生涯规划的时候 没想到他下课 找到那个闺蜜 他说财教授 你能不能帮我 做一下我的生涯规划 我说你什么学历 他说高中 他发现我一愣的时候 他说高中怎么了 我没上过大学 不等于我没读过大学的书 他说再说 我每次回到家里 我都有一种决定 我说你有什么决定 我们家里很贫穷 我虽然不是富人的后代 但是我决定 我要成为富人的祖先 你看一个小孩 那个小女孩 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 我都挺震撼 我一看如此 所以我说你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现在的能力 但是绝不能过低的估计自己将来的能力 你把服务工作先干好 但是有的人正好相反 过高的估计自己现在的能力 反而过低的估计自己将来的能力 因为优秀 他难以卓越 我帮他列了个书单 帮他做了一些规划 而且他继续在那个地方 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还是观察他怎能仔细记 他每个月他说他吃住都不花钱 他所有的工资几乎都买出看了 就这样又过来